民以食为天 美食可以饱度 也有鼓励人心的作用 忙碌了一天 可以吃到自己很喜欢的 而且用心烹煮的美食 马上就有继续打拼的动力 有时候心情低落 来一碗热饭 一碗热面 吃饱了就有力量 就有力量继续面对生活 这一集带你去槟城的佛罗三贝 体验这里的好时光 吃一碗舒心又满足的咸拉萨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窝心食物 在槟城 我最喜欢的美食之一 就是咸拉萨了 你可能听过或吃过 宾城最出名的阿萨拉萨 但是这道咸拉萨 不知道你尝过吗 在我眼里 咸拉萨就好像是阿萨拉萨的好姐妹 这种鱼肉辣汤的面食 有些本地人也称之为 拉萨了嘛 意思是加了椰浆的拉萨 冰城很多地方都可以吃到阿萨拉萨 但是咸拉萨就没那么容易找到了 很多食客就好像我这样 要穿山越岭来到佛罗三贝吃拉萨 嗨 大家好 我是Jean 今天又要上佛罗三贝找美食了 说回我和禅拉萨的故事 其实在几年前都曾经吃过这一道拉萨 但是一直到去年 我就是深深地喜欢这一道拉萨 话说在去年疫情不最严重的时候 大马就是风食 就没有很多糖食 出入也很不方便 那时候的心情真的比较担忧 会比较多 焦虑和比较低落 我有几次的机会 就可以去到佛罗三贝做事办事 我还记得每一次有机会上山 我都把握机会 就去那里挖埋打包那里的禅拉萨 那里有一间很出名的禅拉萨 就回家吃了 你可以想象一下 那时候就比较低落 可以吃到一碗真是又香又甜 又充满了椰香味的 一度充满生命力的禅拉萨 就是完全可以安慰 鼓励到当时候的我 所以那时候吃饱了 就觉得人生又充满希望 我又可以面对生活 所以这一到时 麦莎对于我来说 他确实是我的一个conferent food 就是在那个时候 是可以鼓励到我 所以一直到现在 我现在一有机会 或者是周末 我都会 比如说今天就特意开堂车 就上山去打包或者在这里吃 这一道那么美味的食辣沙 很多游客来到佛罗三辈 一般上都会去大街吃美食 这里也是游客必到的美食区 佛罗三辈最出名的 辣沙老字号金辣沙 以前就是在这里摆卖 之后就搬去了京城咖啡店继续营业 虽然地点没有大街这么容易找 但是还是吸引大批的食客前来 原因无它 它的辣沙味道真的特别的浓郁 老板做生意又很老实 每次给的汤水的分量都非常的足够 有时打包回去还可以吃两餐呢 在这里除了可以吃到阿三辣沙以及咸辣沙 老板的火炭草果条火候十足 也是必吃必打包的美食 再说咸辣沙 它的配料跟阿三辣沙很类似 有黄瓜丝 凤梨丝 薄荷叶 姜花 洋葱 生菜等 而它的汤头依然是传统的鱼汤 不同的是汤有非常浓郁的椰浆香味 辣沙粉非常的爽口弹牙 入口是又香又甜啊 对于我来说呢 辣沙真的是一种很有马来西亚特色的美食 它的用料很本地化 有各种的野菜香料 真的很有本土的特色 如果你来宾城 没有去到辣沙的话 就好像没有来过这里 那我相信 你只要是吃过一次 就会很难忘它的美味 其实我就认为一道美食 它可以扮演的角色 不是仅是可以饱吐 它也可以在我们失意的时候 是带来一种疗愉 安慰和鼓励的作用 不知道你们的convert food 又是什么呢 除了辣沙 我也很喜欢佛罗三贝的其他美食 就比如巴沙美食中心的鲜鱼 Bazembo 我还记得有一次 我打包鲜鱼回家吃 我的儿子就问 诶 怎么鲜鱼没有鱼呢 那翻查资料 有这样的一个版本 话说很久以前 鲜鱼就是平民版的捞生 里面没有高贵的鱼肉 只有大量的蔬菜配料 那鲜鱼有不同的配料 包括炸虾饼 一种叫出错的炸料 黄瓜丝 萨格丝 炸豆腐 水煮蛋等等 最重要的就是它的酱料了 味道非常的浓郁 用了各种的香料调制 香浓带辣 槟城的鲜鱼 可以说是一个多元种族 都很爱的食物 这里的华人 马来人 印度人都有卖 而且口味都不同 我个人就比较喜欢华人的鲜鱼了 弗洛山贝也盛强榴莲 在不同的季节 不同的时段 都可以吃到不同的美食 比如在新路头的炸盒粉 炒盒粉 有胡咬师之称的本地咖啡 这些都是必吃的美食 而这一区也是时刻必到的地方 炸盒粉 是不加菜 热和鲜鲜鲜 胡咬师之间 在槟城有一款面包是特别出名的 那就是印度人卖的Roti Bengali 也叫做海南面包 那这种外印内软的面包 是很多人都很喜爱的面包小食 Roti Bengali可以插上牛油以及Kaya 一种椰子酱 那这款面包也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小食 这种是拿来掃地 在佛罗三贝依然可以找到一些老店 看看这间有六十几年历史的传统杂货店 走路店里马上觉得时光倒流 老板依然用这种吊拉式的钱筒 方便又好用 这可说是传统老店的经典画面呢 很难得在佛罗三贝依然可以看见这种旧传统 每次来到佛罗三贝都是充满精细的 这里有美食 有老店 有天然的美景 有机会你也来这里走走 享用这里的美食 感受这里的乡镇风情吧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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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